在如今的社会当中 大部分人都认为接种疫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日常生活中就常常能听到疫苗 就像在小宝宝出生之后就需要接种各种疫苗 但是为什么疫苗如此重要呢 大家又是否真正了解疫苗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吧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疫苗的历史 说到疫苗史不得不提及一种病毒 天花 天花是古代时期的一个传染病 当时的天花十分严重遍布全球 早在3000年前 埃及法老王拉西米斯便死于天花 直至后来1977年才被扑灭 在疫苗发明前 当时每年天花病例的死亡率占全球死亡率的百分之十 当时中国人用天花患者的农物作为天花疫苗的方法 也就是人斗 这样的疫苗其实是让人患上一次轻微的天花 但是如果剂量把握不好就会很危险 使预防变为传播天花 相当于自杀 在几百年后的西方 一位名为Edward Jenner的英国医学博士发现 几牛乳少女可能患上了轻度的牛痘 从此得到了灵感 提出了想法和进行实验 最终在1796年的时候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疫苗 因此它也被后世称为免疫学之父 再后来随着科技发展进一步的研究 疫苗便成为人类对抗天花病毒最有效的利器 在1960年初 天花便在中国停止传播 而在1979年12月9日 WHO专家组郑重地在承载着 根除天花宣言的羊皮纸上签字 从此以后 天花便消生灭迹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疫苗 在介绍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免疫系统 当外来的病原体首次进入人体内的时候 会遇到三天免疫系统中的抗原呈现细胞 像是巨式细胞、白细胞 这些细胞会吞噬掉病原体 然后再分解这些病原体 之后由束突细胞将部分抗原片段 表现在细胞表面 并转移至淋巴结 进而活化适应性免疫系统的T08细胞或B08细胞 即此产生具抗原特异性的细胞性免疫反应 或体液免疫反应 且会产生免疫记忆作用 当下次再有相同的病原体侵入体内时 就能让人体再次产生免疫反应 且会比之前来得快又强 而疫苗的原理就是利用人体免疫系统 具有辨识敌我的能力 将片段或者完整的病原体制作成疫苗 注射进人体之内来诱发可消灭病原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并产生免疫记忆 让人体免疫系统能辨识细菌 病毒这些外来的物质 将它们给消灭 不让人体产生疾病 疫苗亦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例如因为这次新冠肺炎 而被大家熟知的灭活疫苗和MLNA疫苗 除此之外还有灭毒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等等 接下来我们会主要讨论灭活疫苗和MLNA疫苗 灭活疫苗是一种历史较有久的疫苗 它的原理是把病毒灭活后再注入人体 因为在接种灭活疫苗后 人体不会接触到存活的病毒 因此它的安全性较高 比较不容易出现意外 此次新冠疫情中 来自我国的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都属于灭活疫苗 另外MLNA疫苗是一种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而 研发的新种类疫苗 它的原理是把病毒的信息 即MLNA注入人体 随后人体开始生成病毒极状蛋白 驱动免疫系统记忆并学习病毒的信息 以此达到免疫作用 MLNA疫苗对人类来说仍然是一种新的技术 因此安全性不及灭活疫苗 但有效率较灭活疫苗高 由德国和美国两家生物技术公司 合作开发的辉瑞疫苗 及来自美国的莫德纳疫苗 都是基于MLNA原理的疫苗 在影片的结尾 不知道大家对疫苗有没有新的了解呢 虽然接种疫苗能使人体对病毒具免疫作用 但是疫苗也不是百分百生效 就像现在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 即使接种疫苗也不能百分百保证不被感染 因此为防止感染病毒除了接种疫苗外 还要做好相应的措施 例如在大型流行病爆发的时候 应减少与他人接触 戴好口罩 疫苗只是防止我们生病的其中一种方式 为了身体健康 最好同时做好其他预防措施 降低感染的几率 1010% 1110% 10% 10% 1% 1% 10% 10% 10% 11% 11% 10% 11% 20%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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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